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老師敬禮 請各位坐下 靜音店 手提電話 麻煩 我們今天講到第三次 不過我會不會很悶 我想我最多講到兩次 就要停止 因為現在是五月 六月、七月 我儘量希望兩次講完所有的事情 因為還未講到皇宮裡的三大殿 和三內殿那裡 不過我儘量… 還有一些我告訴你 一些冷宮 想講完給你聽 希望兩次講完 因為六月、七月、八月 講到八月休息 九、十、十、十二 現在就講另一件事 希望… 講得太多故宮 如果大家… 有些朋友沒有興趣故宮 那就… 無理幾個月了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講到這麼多東西呢 其實你說… 至於禁城其實就是… 如果你說… 俠義來說就是個皇城 即是現在的北京國中博物園 但是實在… 如果廣義來說 就是整個北京城 北京城其實… 我們一直說… 如果你在景山上… 看見到整個宗族線 那些建築物全部… 跟著三條宗族線的建築 但實在… 大家不明白 整個北京城其實都是一個宗族線 整個北京城的建築 就是整個北京城的建築 是一個宗族線的 而那個… 就是四個城 就是外城、內城、黃城和紫禁城 其實都是跟著宗族線去的 所以其實如果… 看完這道路 你去到北京的時候 跟著宗族線走 就有很多東西走的 你知道這裡的宗族線是甚麼… 當然了 外城的地方 因為要發展交通 現在已經很多人拆了 現在變了甚麼呢 那些甚麼門… 甚麼門的呢 全都變成了地鐵站 一會兒我介紹的地鐵站 你看哪個地鐵站 你看哪個地鐵站 可以走走走走 那些地鐵站就是… 其實是那些門來的 拆了 何時拆了 我們都去大致上說走 所以我就說得比較詳細一點 好了 上次我們講開這個紫禁城的外城 大家看到了 其實… 不要緊 這個外城 這個外城 本來應該是一直蓋整個外城的 不過蓋到這裡沒有錢 不蓋 結果後來又為了方便 所以就在這裏兩道門 西邊門、東邊門就是這裏 在這裏開多一道門 然後這個才是內城 內城之後 這個才是黃城 黃城再進才是紫禁城 如果你想打進來之後 你打進來之後 你打進來這個城 打進來這個城 再打進來這個城 才能打進來王宮 其實就是說 這樣都被人打進去 其實很差的 即是隔了很多門 給你鑰匙開門 因為這樣才能打進去 那現在我們 上一次是講這個外城 就是講這個 上次我們講的永定門 這個永定門 這個圖不一般 不過我沒有時間畫過 這個城 如果放大了就比較蒙 所以我把這些字放在旁邊 外城就是紅色這些 我們講了永定門 然後就是右鞍門 左鞍門 右鞍門其實是對稱的 左邊有一個 右邊有一個 南邊有一個 北邊有一個 四邊城 一直都是這樣排排的 右鞍門其實大家知道 每一個城樓都有這些 這些是戰樓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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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這些兵士 躲在裡面射箭而已 這個城樓 右鞍門來說 這個城樓和整個用城 戰樓的規制和左鞍門差不多 兩個左右都是一樣的 但是1956年的時候 就拆了個用城 戰樓也拆了 到1958年 整個城樓都拆了 所以現在你去看不到 不過這個是舊的 1958年已經拆了 即是49年之後才拆 好了 左鞍門 這個左鞍門 仍有在這裡 為什麼呢 因為1930年的時候 就將那個城樓和戰樓拆了 到1953年的時候 就將那個用城拆了 但用城 你們經常都聽我說用城 一會兒我們詳細一點說 用城是什麼 我都成長有一個用城 現在你看電視劇那些 全部沒有用城的 一攻城 拍一把梯就是攻 其實不是的 有一個用城 大多城 一會兒我們才說用城 好了 這裏就是 這個 左鞍門這裏 現在就拆了 即是舊的就是這樣 拆了之後 現在就 還原了就叫做了一個 左鞍門的圖書館 所以現在是公開參觀的 你可以看 他將戰樓保 保存了之後 改了做圖書館 大家可以上去看 就是還原了 在左鞍門那裏 這個就是 接著那個廣渠門 廣渠門又叫做沙窩門 因為廣渠 廣字就是大 那意思 渠其實在中國字上 也是大 那意思 所以為什麼那裏 叫做廣渠門 不是說廣渠 廣渠是大 廣渠是大 那意思 所以 有人猜渠 就是猜渠 當時這個門是最大的城牆 所以叫做廣渠門 是最雲打的城門 大概在明朝嘉靖年間 嘉靖三十二年 是最好的 有一個特點就是 它一般的城池 用城 剛才我們說的用城 是做作變 一個作戰的 戰備基地 那裏沒有什麼 但是這個很特別 這個用城 如果一刻我們說到用城 你會知道 用城裏竟然有商店 用城通常是一個 家庭的城 一幅城牆 但是這個用城很特別 就是廣渠門 都是有店舖的 有幾間店舖的 到一九二九年的時候 黃太極帶領八旗軍 進攻北京的時候 兵臨城下 到第二年的一月幾日 就打到北京城 八旗軍的幾萬人 進攻的就是進攻這門 清朝打入來的時候 就是進攻這門 當時的督師是誰 袁崇門 袁崇門 帶著只有九千人 九千個兵 九千個騎兵 是跟他八萬多人打的 就是差不多十倍 在這個廣渠門外打的 一路由上午的智時 歷史廣渠 上午的智時 一路打到下午的有事 打到很多時辰 十幾個小時 袁崇門中了幾戰 身中幾戰 終於打敗了他 打退了清兵 就是這個門頂著的 你看這些門 其實如果不是用 現代科技工具 那些武器 都幾難入 這麼高 黃太極沒有辦法 唯有退兵 走了去南海寺 守住 但是沒有辦法打入 那怎麼辦呢 終於黃太極 後來就是國七 最大的障礙就是袁崇門 如果沒有袁崇門 應該可以入 所以就用了反間計後 假意 如果在歷史上 假意 特意 因為有些俘虜被捉了 他們假意聊天 就說袁崇門 是通消息給他們 通敵 就是通敵給他們 就等被俘虜的太監 聽到 靜靜 就是等 好像說話給他們 聽到 聽到之後 就放來走 回去之後 於是告訴皇帝 就說 袁崇門 是通敵 這樣回去報信 結果 崇禎 當時光碧自用 結果中了一計 終於捉了袁崇門 大家知道袁崇門 死得很慘 寧慈處死 即是說他出賣國家 寧慈處死 當時割了肉下來 有人搶著賣 幾千兩 買回去 不知是否煮食 不知是餵狗 不知什麼 本來寧慈也想過有 不過很噁心 我不討給大家看 不討給大家看 即是 好血腥的 真是 穿快穿快肉割 全身血這樣 割了多少千刀才死 因為他們 你知道怎樣割嗎 用網 辣了一身 一辣了網 那些肉就凸出來了 那些片片割 那些是高手 若未到那麼多刀 你割死了 那你的劊子手是有罪的 所以他們是家傳的秘技 怎樣去做寧慈 有幾個照片 現在流傳下來的 還有一個是誰呢 是太平天國的時候 太平天國有一個 又是被捉了 又是寧慈 那些照片 現在還是古老照片 找到的 不過很噁心 雖然黑白 但也太血腥了 我給大家看 因為有一次我都去過西藏的時候 靜靜地看人家天藏 不准看 我已經三十年前去了 我被捕在某個地方 握著一個zoom 拍攝 我的手都震了 按照相機 終於拍了一片 就算了 我拍了幻燈片 拍了幾血腥了 其實那些是死屍 但也有血腥了 如果你看到這些 血淋不淋就更加恐怖 我後來講民族學的時候 講西藏 我都不敢放給那些學生看 那些卡 那些爛燈片 因為看著聲 因為那些 那些死屍出來 撐開了 把肉割下來 把骨頭又拿一些食物 打碎它 弄成一個魚蛋 一個肉餅 放在那裏 給一些鷹來擔 我整套拍了 整個三十年前都有 我都挺害怕的 因為如果被他發現 可能我也是 被他打碎它 因為他是禁忌 不想拍攝的 那些 那些年輕 什麼都不怕死 我想整個四十年前都有 好了 結果袁崇被凌池處死 家人被流放三千里 袁崇是這樣的 如果大家看什麼 《書劍恩仇6》 好像都是說他的故事 有說那個魚員 《書劍恩仇6》 是不是《書劍恩仇6》 我忘記了 有個主角姓魚員 就是他兒子 其實金蟲作出來的 就是說他兒子的故事 好了 到1930年這個城 什麼時候呢 是日本人侵略中國的時候 被日本人拆了 被日本人拆了 先拆了一個戰樓 到了1953年 因為改善交通 所以就拆除了城樓 拆除了一個用城 結果後來就 改了這個綁拒門車站 現在你們可以搭地址就是這個車站 好了 跟著一個東邊門 就是剛才東邊西邊 有兩個西門樓 東邊門就是明朝嘉靖 43年的時候 當時因為蒙古人騎兵過來 是騷擾中國邊境 所以為了增強北京城的防衛 才建這個東邊門 包圍著南邊一邊外城 在外城最東那邊 就是建了一個外城 然後就在外城那裡 因為自己方便 所以建了一個東邊門 就是這樣 到1981年 曾經 國樓 就是大規模 是 整理 收理 1981年 沒有多久 收理的時候 發現裡頭 有幾塊磚 刻著龍慶 的年號 有些是刻著乾隆的年號 這些是古董磚 龍慶就是明目中 朱在後的年號 這個乾隆 大家不用說 是乾隆 大家知道哪個 發現了幾塊磚 以及幾塊瓦片 幾塊瓦片 幾塊瓦片 在拆個城的時候 看到這樣 另外在牆上 也發現了幾個 兩個炮彈的殘骸 還有很多鐵砂的槍彈 那些砂 鐵砂 原來後來考紀了上來 什麼時候會有炮彈打下來 或者有些槍呢 原來是庚子之變的時候 庚子之變就是 1893 199 199年的時候 義和團之亂 那時候有庚子之變 原來是那時候 不是中國 中國哪有這麼多炮彈 太平天國也沒有 那時候也沒有 義和團也沒有 但是原來就是什麼 就是外國人趁著中國 有義和團之亂 想侵入中國 外國想瓜分中國 那時候打進來 所以有些炮彈存在 但是現在這個東面門 這個角樓 變成國家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這個可以看到 現在還是這樣的 東面門本來有用城 又有戰樓 但是1930年的時候 因爲失收所以拆了 1958年因爲要收北京火車站 所以整個城樓都拆了 只剩下你的戰樓 另外 西邊門 西邊門 現在都發現有一塊碑 刻在這裏 就是明朝北京城的城場遺傳 你看 2013年7月才拿回來 即是說 它是紀念 剛才我們說過所謂的用城是什麽呢 這個不是北京的用城 不過這個做得很清楚 所以我給大家看一下 所謂用城就是 大家通常看電視或者看劇集 那個城就是這個城 但是實在 這些縫系城在這裏 建立一個這樣的 這個叫做用城 一個奧 就是用菜用的 一個用城 就是這樣 這個城就是圍著它 如果大那些 就是剛才所說的 本來全部都是這樣 剛才所說的 那個是有商店的 就是很大個 就是進去有牌 不是兩步 跳下去應該是很大個 這個所謂用城 剛才所說的廣渠門 有用城 本來的城牆是沒有的 沒有這樣的外城 就是說 隨著戰爭 因為人們越來越保護得好 才建些用城 加這個東西 後來才建 這個用城大概是指 外面加足這個小城 古代最重要的是這個部分 其實是 因為為了防止城門 暴露在外面 所以加多這樣的城牆 最基本的用途 都是防止城門 直接被人供進來 就是這樣 用城的名詞 根本上在典籍上 差不多沒有出現過 如果在歷史上 見到用城 兩個字沒有什麼 到什麼時候呢 後來 一個日本的學者 就是填宗淡 填宗淡 填宗淡 在一篇文章 叫做《墨子備城門》 這篇文章裡 他當時稱國門 就叫做《用城》 因為墨子裡有《國門》 這個字 他就說 《國門》就是《用城》 這是他第一個 帶出來的名稱 將《國門》解讀成為《用城》 這是中國第一次有人稱為《用城》 有這句話 在《說文解誌》 講這個所謂的《因》 《因》是甚麼呢 《因》在《說文解誌》 就是解作是城內的重門 就是講這個 《說文解誌》 是《曲城也》 《曲城也》 就是講這個曲城 即是說我們在中國的典籍裡 就是講這個名稱 沒有講《用城》名稱 到了宋代 所以先秦其實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一路用城可能是有這個城 但沒有這個名稱 到了宋代 才將用城提升作為甚麼呢 是國家的一個制度 即是建成一定要建一個用城 這是到宋代才有的 以前是沒有用城這個東西的 例如我們可以看到 在《東京夢華錄》 或者《城門街用城三層》 開始有《用城》名稱 即是宋代 這本《東京夢華錄》是宋朝 它才有這個名稱 當然《東京夢華錄》是當時的《東都》 《東都》即是河南省開封 《開封》 我們第一堂都講過開封 也都叫便經便梁 這不是一般的城池 當時的《用城》不是隨便開封 比如說東京的城門 以前在便梁的時候 這個《用城》的城門 不是經常開封 一定要一個重要的官道 因為它重要的位置 就保護得比較重要 所以有《用城》 不是每一個城門都有《用城》 在宋代來說 這個《用城》屬於官道 我們看看 這個看得很清楚 這個看得很清楚 這個是模型 你看看這個模型 它的用城可以大到這樣 這個是真的 這個模型 你看一層一層一層 可以三層的用城 這個變良的用城 三層 從此之後 中國的用城沒有大變化 多數都是這樣 一路都是這樣 明清年間 主要 我們在歷史上看到 在明朝清朝之後 開始用成很漂亮的 不是砌磚 是很漂亮的 很大條的石 用那些叫條石 一條條石砌成的 所以很堅固 大概外城 現在大概我們說一下 我們說到裏頭才深入 外面有些人拆了 我也免得看它 我們主要說到裏頭 太和電 那些我們才詳細說 這些我們很簡單 大家介紹一下 好了 接著就說內城 就是剛才大家知道外城 只有一個月多 就是起不完 然後到內城 內城 外面圍著城牆的四面 每個城牆的四個角 有個角樓 如果現在你們去 當然可以看到 在北京看到這個角樓 不過這個好笑 為什麼好笑呢 我今天沒有拍到這張出來 在這個角城 就是走這條河 這條河 這條河 四面角是有的 在角度 轉過去旁邊的那條街 如果你們大家去看看 看到的 在大牆上面寫著 李仁惟美 四個字 李仁惟美大家實知 這個孔子說的 李仁惟美 即是說 有一個人者住在你旁邊 做鱗舌 是最好的 李仁惟美 但是好笑 我看什麼字 他知道是女仁惟美 把李字 你知道 李者簡看著 他靠他變成凡體字 就變成女 女仁惟美 不知道 是不是 有時候人 其實你不斷讀 孔子知道是李仁惟美 怎麼會 他轉了女 你也應該轉回李 現在一看到你 就跳了女 在角城旁邊的街 就能看到 離遠都能看到 因為在大牆上面 這麼大的字 即是女仁惟美 如果你說 遇見鬼佬問你 什麼叫女仁惟美 我都不知道 解釋給他聽 失禮死人 北京這麼多人 看到 看到 色字的人 告訴他 我不信北京 沒有人認識這個字 是不是 不可能 一定很多人認識 這個字 不過 可能大家都是 不關我的事 這樣的姿態 好了 好了 建一個角樓 這個角樓 也很漂亮 你看 是不是 這個河是保護的 四個角都有這個 當然過了這裏 外面那裏 就是這個河的這邊 轉彎那裏 那裏屋在那裏 有理人為美 這個角樓 可以說是紫禁城的一部份 它的城、城門、城門、城樓、湖城河等等 全部都作為一個內城的防禦措施 就是紫禁城保護的 聽說有一個傳說 建這個角樓 這個角樓很漂亮 古代是這樣 現在修緝過 所以很漂亮 因為景點 那時候明清時代是這樣的 照片很殘破 原來當時明朝那個 大家知是建這個時候 這個永樂帝 朱帝 朱帝當年建的時候 他要求他們在四個城門 建一個角樓 建這個樓 他說這裏四個樓 要建一個很漂亮的樓 這裏規定要什麼 九樑十八柱 九條樑十八條柱 七十二條隻 七十二個屋隻 那個管工去到北京之後 看看怎麼搞 整整個月 叫了八十一個設計師來 怎麼建 不是砌圖形 要建造 研究如何建造這個城 結果沒有人想到怎麼建造 但是皇帝叫到 限期三個月 叫他們一定要建造古靈精怪的城樓 怎麼建造 於是沒有人見過 都不知道這麼複雜怎麼建造 我想貝月銘也搞得不行 如果你說有興趣研究建築的人 如果將它還原 按照建築的條例 還原它 畫一些圖織出來 就是有些研究的 不知道有沒有人研究過 我不知道 我不懂 可能是 找建築系的教授問一下 有沒有這個 正式的圖樣出來 結果如何 想來想不到 很悶 整班都坐在那裡 剛好有人走過 有個拜一公走過 又賣什麼呢 賣一些曲曲的籠 曲曲大家知道有些蜥蜀 你知道滿青人很喜歡玩蜥蜀 買過來看看 一賣東西一看 這個蜥蜀的籠 就是九糧十八柱七十二隻 這隻蜥蜀的 咦 照這個建築就可以了 就照樣畫 結果就建了出來 當然 他們後來傳說什麼呢 這個是 那個老人家 賣這個蜥蜀籠那個 原來是老班顯靈 老班哪有空 不過就是 他們作出來是這樣的 事實上 原來那個蜥蜀籠就是這樣的 就是拿了蜥蜀籠 照他的樣子 設計出來 這個當然是一個 無論是否老班也好 最多是否厲害 設計到這款 你看 如果給你看 就買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